其实爱情看一个人爱不爱你 不是他心情好的时候对你怎么样 而是看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对你怎么样 你也要懂得爱情不是靠这些东西推卸起来的 它的产生肯定是有一些因素和必要的条件 是你能从内心感觉到的 它的一举一动也是把心理里表现出来的 男人做到这七点才是真的爱你 一 肯为你买女性用品 一个家庭里女人照料着男人的生活 事无巨细 男人天生穿的内衣内裤也常常是女人在买 大家都习惯了这种模式 一点都不觉得惊奇 而一个真正疼你的男人也会在你需要的时候 帮你买卫生棉之类的女性用品 在你生理期的时候好好照顾你 像买烟和啤酒一样自然 并不觉得有什么丢人 在他眼里老婆的需要是第二位的 而自己的面子反倒是其次 二 把你介绍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不喜欢公开自己的恋情 因为那意味着要放弃其他的可能性 他们总觉得自己还能遇见更好的 所以不愿公开你的存在 一旦有个男人迫不及待的把你带进自己的朋友圈里 让自己的父母好友都知道你的身份 说明他已经把你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只有当他确定了你是自己想要找的那个人 他才会愿意让自己身边亲近的人去充分的了解你 爱一个人是需要勇气的 三 会花时间去陪伴你 为你花钱的人很多 但不是谁都会把自己的时间留给你 当一个男人认定你以后 会在工作和生活之中进行调解 知道什么更重要 不论他再怎么忙 一旦爱一个人都会想方设法的 利用一些空闲的时间去联系你 给你发一条微信 或者给你打个电话 也会用下班的时间去陪你看一场电影 吃东西 更加会愿意花时间为你做一顿饭 四 肯为了你们的未来奋斗 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 当他选择跟一个男人不如婚姻 就意味着全身心的托付和信任 一个真疼你的男人 不会狠心辜负你的信任 不敢再懒惰 而且会使出浑身解数 为你们的将来奋斗 在他看来 你永远值得更好的生活 一个男人如果能够为你放下所谓的原则 改掉烦人的毛病 做一些他以为可能不太会 或者不太愿意做的事情 那他是真的疼你 也是真的爱你 要学会珍惜 五 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 你生病了 他一定能来到你身边照顾你 你不开心 他一定不会让你自己一个人生闷气 你生子加薪 他一定会为你庆祝 发自内心的替你开心 不论你发生了什么 好的坏的 他都不会弃你于不顾 而是能够随时出现在你的身边 给你一份支撑 让你感觉到无忧无惧 六 从不忘记重要的日子 没有女人不想要浪漫 但是这份浪漫 如果是女人自己开口要来的话 效果就大打折扣 一个真疼你的男人 会记得你们在一起的重要的日子 恋爱的日子 求婚的日子 结婚的日子 全都标注在她行程中 即使工作再忙 也会在这一天赶回家陪你 在这一天细索你们曾经的回忆 七 未来里有你 并愿意为你去努力 很多人承诺给你一份未来 但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为之努力 在这个人人都喜欢打嘴炮的时代 如果一个男人愿意为了给你一个家 而去拼尽全力 那毫不自已 她是很爱你的 因为好听的话谁都会说 但不是谁都能够言行一致 她会很上进 改进自己的雇足 和你一起去成为更好的人 为了更好的以后去奋斗 而你也在她的身上感受到 前所未有的踏实感 那种感觉就像是所有人都会背叛你 但她一定会紧握着你的手 同你去对抗所有的未知 其实不管男人怎么做 女人也要懂得一点 不能一味的说去 而不是付出 不然就算再好的感情 也不一定能够走多远 爱情是相互的 男人肯为你做 而你也要更懂得她 体谅 理解她 如果你的男朋友能够做到以上几点 那就好好珍惜吧